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袁冰炎是一个非常纯真的18岁少女 身穿白色褶蝶连衣裙和牛仔裤 201年 网剧白衬衫长腿女高中生因形象小气,台词烂,被网络嘲讽,席卷平台,诟病 当时,袁冰炎是这部网剧的女主 几年后,袁冰炎凭借在《老九门将军之夜》等剧中的出色表现受到了大众的关注 她用自己的实力和演技,让大家看到了另一个袁冰炎 在最近推出的时尚自助服务中,28岁的袁冰炎无辜出现 深棕色的长发和整齐的浅刘海让她看起来很年轻 本来,袁冰炎的五官不是很立体,但是刘海让人低头看,鼻子显得更高,鼻根微微下线,给人一种英雄的感觉 男女通用的 但她的脸因为不化妆而更加天真漂亮,像个孩子一样,回头望去是一个真正的18岁少女,还带着几分稚气 她换上了一件简单,轻盈的白色荷叶边长袍,非常适合夏季炎热的季节 通过一件黑色的小吊带衫,巅峰之座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时尚 少了二分之一的身躯变成了不可否认的浅色牛仔裤,她或她变成了翘着腿坐在窗外,秀出修长可爱的双腿 袁冰炎不一样的自我背影,彰显了她少女的一面 扎得过多的马尾闪闪发亮,青春靓丽的肌肤不断轻盈光滑,妆容温和却不可否认的可爱 她身穿一身充满活力的黄色运动服,带有可爱的童趣图案,随性传递的涂鸦装饰让画面更加显老 黄色不是一个敢尝试的色号,但对于圆圆来说,却让她的皮肤色泽更加的白皙 她长长的直发和温和的妆容使她的外表立即变得更加女性化 她的穿搭也立刻变得格外时髦 浅色碎花外衣搭配卡其色牛仔外套,在户外毫不费力地增加了腰线 让整个人显得格外的健瘦可爱,给人一种弱顶柳的淑女风范 大型瘦的玩意 F shaking 触音符 触颜続 復握